Lun Sang 月娥 9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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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娥 9月娥 9月娥 S裝備的發展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它基本上可以分成主動跟被動的兩種方式 至於說主動來講的話 就是红外线的发射光源 光源发射出去 照射到物体上面 那利用夜视装备的接收装置 来接收红外线的影像 来能够看到 夜暗中的一个目标 那在被动的部分来讲 就是有所谓大家俗称的 星光夜视镜 这个夜视装备 星光夜视镜 或者是说红外线夜视仪的话 它是收集微弱的光源 或者是说红外线信号 然后转变成可见的 这个一个影像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黑暗中 能够看清目标 现代来讲 普遍使用的这些夜视装备 大概可以分 比如说有单兵的 那单兵来讲的话 就有比如说头戴式的 还有像是这个装在枪械上面的 红外线的瞄准镜 那这个都是可以供单兵来使用 现在要介绍的是 国造TS96夜视镜 该装备于民国96年 是由402厂研制 它区分为双眼单桶 及一单眼单桶两种形式 都可以跟我们的战术头盔做结合 最主要的性能 它是有具备300公尺之内呢 单兵的夜间目标识别能力 它可以利于夜间的搜索 跟我们近距离的文件阅读 在没有任何官员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可以开启红外线 辅助我们夜视镜的影像呈现 能源着装的部分呢 可以区分为两种 指挥职战斗员 它可以配复我们的双眼单桶夜视镜 枪上呢还可以结合快瞄镜 以及可以见光的雷子气 另外呢像我们一般的战斗员 它就可以配复单眼单桶夜视镜 也可以结合在踢过腰步枪上面 来作为我们枪上夜视镜的使用 并可以搭配快瞄镜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达到夜间的快速反应设计 继续介绍夜视器材 IR荧光棒及国旗扎呢 是均属夜间人员识别 采特殊的材质设计 透过夜视镜呢 可以发挥识别的作用 针对夜间人员识别的部分呢 我们是参照乌二战争的经验 其实在敌我识别上是相对的困难 因此我们运用了IR荧光棒 以及夜间不可见光的国旗识别章 做人员识别 虽然在一片漆黑的状况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友军的位置 但透过这些装备再结合夜视镜 清楚判断友军的所在位置 避免在战斗中误及友军 快瞄镜呢 它是运用枪声的轴线 及镜内的红点 可以直接瞄准目标 行近距离的快速反应设计 并可以搭配夜视镜 实施夜间的战斗 雷射指标器呢 它最主要是借用红外线的投射 它可以直接标定目标实施设计 形式区分两种 肉眼可见光与肉眼不可见光 可见光的部分呢 它是可以直接观测红外线的观点 优点它可以快速的瞄准目标 那缺点呢 是容易遭敌人发现 不可见光的部分 它必须得透过夜视镜 红外线的专制 才能进行观测 那结合上指标器之后 可以指定目标来实施设计 优点是可以避免 红外线本身的观点 遭敌人发现而暴露位置 缺点 它则是需要透过夜视镜的观测 世界受限 搜索目标不易 现在战争来讲 透过夜视装备的使用 你可以全天候地作战 也就是黑暗 或者是说干扰你的视觉的时候的环境 下来讲的话 都可以让你获得更好的一个视觉 对于拥有这个夜视能力的 夜战装备能力的人 那这个部队来讲 那相对 它在作战上面来就会占有优势 那接下来在下一集的话 我们就会大家来谈谈 夜间战斗上面 它的一些特性 还有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月表里大家aste 我去年面战装处像 中一层的 就是称赛导 Stream 没有 whales 感谢观看